今天已经势在必得了 二十张情报加两千多万 拿下满星还不是轻轻松松 先免费到四颗星吧 感觉这不是很难 四星不了了家人们 各种上不去谁等啊 开始用吧 还好消耗不多 但也架不住一直失败 这谁受得了 给我两星 也行 一次成功也行 再一次成功 啊 战况非常惨烈 一千万进去了 万幸 最后这关没卡我 不然那才叫难受 这徽章换电池吗 no 选宝箱开金桩 啥 不会还有人没开过四磁条的吧 那么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有一个就不亏 还挺平均 用这装备小不发家致富都难 那么好 四磁条来了 搞错了 重来 来了 怎么样 可以吧 这就不亏了呀 单车变摩托了 就是上面那俩磁条有点无语 好看就完了 但是信号增强很强 最后一个 行啊 一个就一个吧 现在都啥样了 这样一件金甲 肉的可怕 要是黑鹰就更好了 可不能白给啊 特别假掉了 我和哭的找不到地方 而现在最大的盾板就是头 很怕秒 脚步 遭遇 红的是啥 六头吗 六什么头 这更香 所以我需要打个boss 但是五头又没什么用 他能给我掉个六级的吗 谁呀 可别打我头啊 哼 是你 我是真的肉 这人装备不太行 要掉也就五级头 我也不想要 只有这个boss还行呢 其他的指望都不指望 喂 这个也凉 黑鹰的吗 那还凑合 不至于被一发气打62秒吧 别的不要 买个电话 最容易翻车的就是这个头了 我能不小心吗 这边说不定有人 哎 这就闹心了 没打着不说 还暴露了 一看也是个暴脾气 想打我呀这是 我也不是一般人 来呀 出手啊 该来的没来 这是个白给的 差不多了吧 还不冲动 你听 脚步 等你半天了 轻松拿下 还好他不打头 那么七级头来了 是 说难受还不难受 不然有种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感觉 但是现在头才是最重要的呀 配这丞相干什么 怎么会喜欢那种准型 是因为贵吗 这个五头始终是瘾 但是不清干净又不能打boss 但是打完boss又好头了 却没人了 那我带他有什么用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也没有个探测器啥的 对了 我怎么没带一个呢 连一机甲都有 我看也是时候了 打吧 给我个七级头还是六级头 不会是火焰刀吧 才是个红光 六头就谢天谢地了 很好 谢天谢地 至少不会一枪带走我了 但就像之前那个疑问 还有人吗 没有也行 正好刚才挥霍不少 回会写 看来不用白给了 也不用报金了 如此轻松就拿下这局 最后一个步骤 挖矿走人 挖完了 走人 520万 这个数字很吉利 这把的敌人错过了一个报金的机会 说不定还是好几个金的那种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